冰酒就因为这样一个特殊的制作方式 所以也就造成了它需要用到七倍 甚至是十倍的一个葡萄的 才可以酿造出碎碎碎碎 但是是标准的375ml容量的冰酒 所以我们就知道冰酒为什么会这么的珍贵 不过这也因为它珍贵 所以在市面上就出现了很多假的冰酒 因为这也是根据加拿大酒协会 它曾经做过的一个调查发现 就说在整个的亚洲市场上 90%以上的冰酒 那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所以像我们在这边 最大一个责任也是要来推广 来辨别冰酒的真伪 因为我们光是从外观 你就先要注意到两个地方 首先我们会看到在前面酒标 有这个Ice Wine 它必须是像这样子 一个字连在一起的 因为冰酒如果我们在字典里面去查 它其实是分开的 就是Ice跟Wine 也就是冰和酒 但是像这样子连在一起的字 这个是加拿大酒协会 它针对冰酒去注册的一个世界商标 那再来更重要的 我们还要看到有这三个字母 这个VQA 这个又更小一点了 VQA也就是 Binners Quality Alliance 也就是加拿大葡萄 平之联盟的一个缩写 同时也是加拿大政府 它认证冰酒的标志 必须都要完全符合它的规定了以后 我们才可以使用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要购买一瓶这个加拿大的冰酒 你记得一定要看到了 这个Ice Wine 要穿这样 要记得一念作会 如果说哪一天呢 我们发现了 它中间要是分开的 就是有空格 或是说有斜线 我们也看过有那种上下来分开斜的 那种都不是真正的冰酒了 再来一个VQA的认证 基本上我们是不用担心会买错了 不过当然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 就说我们要进一步的 透过要先来瓶香 闻这个酒香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来品尝它的口感